刀将吹火差点把自己点招 这位立堪比一场微型荷包 倒霉选手在家断刀接连书 办公了整整四次 终于做出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刀 今天的断刀大赛提前飘起了雪花 贴心的节目组还为每一位参赛选手精心包装了礼物 大伙轮流战前忙抽礼物盒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断刀材料 他们要用眼前的高碳钢材料和圣诞树下这些软钢配件 通过三枚的方法 断造一把自己擅长风格的小刀 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比赛正式开始 比尔和班分别拿到了52100钢球和5160太宽钢 这两种钢材都不需要断刑 所以直接放进锻炉加热 预热期间 小班提着脚模机从一辆儿童脚踏车上面 收集到了待会儿要用到的软钢 等炉自己的太宽钢烧红之后 他用大力锤将材料掰纸 然后准备开始断刑 比尔则从一辆小推车的拉杆上 取得了必要的软钢材料 另一边减米抽到了几块W1钢料 想要将它们锻造成一体 首先要焊接才能投入炉中锻烧 接着他从树下拿到软钢 开始打磨清楚表面的油漆 为之后的三枚甲钢做准备 博德拿到的材料则是1095方钢 这么多小方块 焊接到一起风险肯定很大 博德只好做主准备工作 将每一个小方钢都打磨干净 避免焊接时出现焊缝 可是在高温加热一次后 钢皮之间融合的不是很好 一经重压就有分裂的趋势 十分棘手 时间过去一小时 选手们的进度已经渐渐拉开差距 比尔刚开始断压烧红的钢球 杰米正在扒上融合钢坯 将它和两片软钢焊接在一起 最快进入锻造三枚甲钢环节 小班紧随其后 可正要断压三枚钢时 最上面薄薄的软钢就被压撬边了 他只好紧急找来脚踏车踏板 补足软钢材料 而此时的博德还在重新焊接手里的 一堆小方钢也是十分可怜 又过了半小时 比尔把钢球拉成成了长条 将两片软钢一上一下夹住长条钢 沿着边缘仔细看接过后 再重新回路断烧 钢坯很快融合 可以正式开始短刀 而杰米这边虽然已经开始打铁 但刀坯还未成形刀形 他就累得拿不动锤子了 也是体力残忧 比赛最后一小时 博德总算还结好了高碳钢坯 开始准备制作三枚夹钢了 他用锤子小心敲打 再借压机将三层钢压时 精力只能起到时间还来得及 旁边的小班正在使用空气锤 他的刀也是最快成型的 断打出刀尖曲线后 进入热处理阶段 吹火过后 刀片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窍区 经验不足的他只好将刀放在铁毡上 试着手动矫正 最后半小时 比尔也完成了刀形的塑造 他打算趁刀片还没有吹火硬化 提前用乙雀喷灯在刀根上烧出孔洞 方便之后安装刀柄 然后再给刀片进行热处理 之后 其他选手也陆续完成了这最后一道工序 各位野生刀将在吹火期间要注意 要等吹火龙系中不再冒烟了 再拿出道具 否则就会像杰米这样 变成火焰魔术师 现场制造一场小型核爆 完成收尾工作后 四位选手交出刀片 等待评委点评 第一波淘汰即将来袭 比尔的刀能清晰看出三枚断造的痕迹 而且罕接紧密 大膜干净 除了刀片过重 刀根过轻以外 几乎无可挑剔 杰米做了一把萨克逊瓦刀 但刀片表面有明显的截缝 而且刀片同样过重 要处理问题比较多 获得的砍刀刀背上有较深的截缝 刀根的性质也不太明晰 最后是小斑的萨克逊刀 由于刀皮拉伸过长 刀片厚度有点薄 刀片表面的分层依然明显 而经过焊接的刀根 更是被高温烧坏了 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处理 因此经过评选 这轮决定送走小斑 其他三位选手成功竞技 在第二回合 各位要用这个木制胡刀夹子 给自己刀片安装刀柄 本轮比赛限时两小时 倒计时继续 三个臭皮匠先将胡刀夹子拆解 拿到了各自要用到的材料 然后私下散开 开始处理各自刀片的遗留问题 不得的刀背有裂缝 他先打磨测试裂缝的深度 发现可以修复 解决这个问题后 再将木片钻孔做成护手 插入刀根 比尔的刀头中角轻 重量平衡差 于是他找了一块软钢焊到刀根上 再用研磨剂打磨刀片减重 顺便将刃口打磨锋利 真把刀变得轻盈许多了 接着开始制作刀柄 将几片木头饼材 拼合到刀根两侧后 他把这个复合结构 直接拿去钻虫打孔 结果没钻几下 钻头就卡在了刀根里 只好用锤子暴力敲打 取出钻头 再改用喷灯钻孔 解决则是先从饼材开始处理 将木块与颠片切合成刀柄尺寸后 再用虎钱与竖指交粘合 接着去磨刀减重 顺便处理刀片上的焊缝 比赛时间过半 杰米磨完了刀 准备制作刀柄 却发现柄材不小心粘在了桌子上 好不容易强行撬开 木块却已经出现破损 只好重新制作 博德的刀已经和刀柄组装起来 内部胶水还没干透 他就急着把刀柄拿去打磨 但效率有些差 还趁刀刃没有磨力 他必须加快速度了 比尔这边完成了刀柄的组装 又找了一块不调作装饰 将刀刃打磨锋力后 比赛也进入尾声 三位选手交出 成品刀具已进入试刀环节 首先是强度测试 比尔将来挑战 他的刀柄十分别致 就是手感看着有点堪忧 试刀品尾尼尔森给木柴点上火 准备下刀 刀刃没有磨损 刀片稍微出现弯曲 这是一把坚固的好刀 只是这个毛龙龙的刀柄 握起来有点滑手 实在不能说是手感很好 接着来看看杰米的表现 刀刃完整保持完好 但是这个刀柄太瘦弱 握着有点不舒服 之后轮到博德上场 刀刃锋力没有出现磨损 只不过与杰米相反的是 他的刀刀柄太宽 握起来不好掌握力道 三把刀都成功通过了强度测试 接下来进入锋力度测试 先来看看比尔的表现 一刀斩断圣诞灯 刀片自身的重量也增加了切割的爆发力 干得漂亮 接着是杰米 刀刃锋力 刀柄舒适好控制 是狗哥喜欢的款式 最后来看看博德的表现 一刀切断 切口干净 给两轮测试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这下该淘汰谁呢 因为抬起手指 点到了比尔 他的刀过重 刀片在强度测试中出现了弯曲 而且刀片上的毛龙装饰 也大大影响了手感 告别比尔后 杰米和博德进入决赛关 这一次 他们要挑战复刻一把传奇历史兵器 1796年的英国轻型骑兵军刀 这把刀最初由英国龙骑队 在达破仑战争中使用 它不像法师骑兵军刀那样笔直 关徐度堪比50刀 这种设计虽然削弱了刀刃的戳四推力 但让切割性能更加猛烈 单手攻击的范围也得到加强 此外 这把刀还是童话中胡桃夹子所佩戴的武器原型 每人有四天时间断造这把军刀 要求剑磨出双刃 剑柄上还要有相同形状的护手与背带 刀将们继续加油吧 杰米回到老家工作车间 点燃老式梅如 先拿出一块560弹簧钢 和两片钢板弹簧 将它们叠加打造成三枚钢匹 然后开始锻造 但由于梅如空温难度极高 杰米直接将钢匹烧断了 只好重做钢匹 可惜第二次工作也不是很顺利 钢匹还没融合 表面就裂开一道裂爆 真是倒霉的一天 第二天 他继续尝试三枚钢 这次他精益求精 结果敲了没几下 钢匹又散开了 杰米终于放弃为难自己 找一块单层工具钢条当做材料 直接开始手打刀匹 做出刀型后 却发现比参数要求的长度短了5英寸 杰米有点崩溃 现在重做有点来不及 他只好用软钢蓬蓬补补 焊接到钢匹上做加长 结果断到途中刀尖又出意外 锤子一敲直接裂开 这块材料又不能用了 最后实施这块钢板弹簧吧 由于之前充分的失败经验 这一次他进度飞快 赶在第三天晚上 总算完成了刀片的制作 博德这边计划打造大马仕格刀 他用W2钢和1520钢混合叠夹 加入断焊成一整块钢匹 再用空气锤拔长 但在锻造过程中 钢匹表面暴露出了较深的脸风 博德无力修复 只好换个换案 用5160单一钢重新开始锻造刀片 这一次进行的顺利多了 转眼到了最后一天 他开始制作剑柄护手 将各部分领部间组装起来后 再仔细打磨刀刃 做出双刃的追斗 最后在儿子的鼓励下 完成了收尾工作 回到比赛现场 先来看看两把刀的外观 博德的刀由560钢打造 剑柄护手是软钢制作 把手由鹿皮和红木鞍平静而成 十分有圣诞气息 杰米的刀是弹簧钢打造 刀柄以红铜和鹰木制成 风格有些原始 接下来是测试环节 调味火腿已经就位 首先是杀戮测试 杰米先上 这把军刀重量显著 刀刃风率 三刀就能轻一切断竹腰 干得不错 接下来是博德 军刀轻盈风力 挥舞起来很好操纵 切片同样毫不费力 下面进入强度测试 杰米继续准备 刀片坚固 没有出现一点损伤 唯一缺点还是刀具太重了 接着来看博德的表现 刀刃无损伤 锋利度未减 唯一的瑕疵是 靠近刀尖的地方 出现一点弯曲 最后是锋利度测试 杰米继续挑战 韧口微盾 挥舞起来有些沉重 但每一次出刀 都能切断职业 可以通过测试 接下来是博德 刀刃风力 手感轻快 运刀相当流畅 狗哥很满意 最终经过讨论 由郁杰米的刀太重 使用手感欠佳 遗憾止不于此 恭喜博德成为本期 断刀大赛冠军 你敢相信吗 这样霸气的大连刀 居然是由业余刀将 徒手打凑而成的 炎炎夏日 最适合刷上一集 断刀大赛 将讲文 继前几期好莱坞电影 专题之后 沉迷恐怖片的 断刀大赛节目组 命题也愈发 夹带私货 本期节目组要求 选手们以恐怖电影为灵感 断刀一系列具有 惊悚感的冷明性 四位赛赛者将通过 三轮淘汰赛决出 最终胜者 获得一万美元奖利 第一轮比赛要求 选手们现场断刀一把 长度在12到15英寸之间的短刀 主持人介绍过 规则之后 节目组随即掏出一口 冒着青烟的大干锅 决定让选手们 享受一把免费拖卡的快乐 感觉没用的盲盒增加了 黄老板摸到一颗 52100材质的轴成鬼珠 大胡子拿到一卷 5160弹簧钢 卢平教授抽到 两块1095高碳钢条 老帽则是拿到一块 W1合金工具钢 不同的锻造钢材 意味着选手们的起点 已经不同 接下来就是 八星过海 各显神通 十分钟设计环节 三小时锻造时间 比赛正式开始 卢平教授设计了一把 野营砍刀 这在恐怖片中 通常是主角的常用武器 大胡子有点选择恐惧症 因此分别设计了 一把野营刀和一把猎刀 打算待会儿一边打铁 一边决定 黄老板打算 做一把杀手电影同款刀 但在原版基础上 进行了一定的改良 老帽则是要做一把炫酷的弯刀 它的钢垫还算好处理 可惜焊接把手太短了 它只能在烤肉的边缘 反复试探 黄老板的轴承滚珠 由于形状十分顽固 高炉加温需要大量时间 大胡子先把弹簧钢切成两半 再将其丢进炉子里夹热 一顿操作 制好了弹簧钢多年的内卷 而由于锻造出的刀片细长而薄 大胡子的两张图纸都宣告作备 接下来只能随性而为 做出一把砍刀 但他还是坚持按照图纸 在刀柄上钻出了几个孔洞 而卢品这边 很快就将手头的两块钢条 焊在一起 开始塑形阶段 比赛时间过半 选手们陆续进入研磨阶段 黄老板不小心将尾柄裁得太短 好在他的刀皮厚度足够 还可以再拉伸出来一段 卢品打算效仿大胡子的设计 在刀柄上钻几个孔 然而就在使用老虎钳时 以免传来一声催响 见识自己的刀摔成了两半 以为不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发生了 却发现钻床上还有一块碎片 卢品面露尴尬 可时间只剩半小时 总得做点什么 他迅速冷静下来 带着几段刀片来到焊接台 开始尝试将裂缝处焊接起来 另外三人已经开始给刀片 进行硬化热处理 进入紧张的脆火环节 刀身是蛆是橘 刀片的橙色如何 都在此一举 大胡子这边脆火三次 才彻底熄灭了刀片 好在结果令他满意 第一轮比赛结束 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身是老茂的刀 微柄长度出事 但刀脊与刀刃处有两处裂缝 好在还有修补空间 接着是黄老板的刀 欲试不绝 先夸刀柄 此刀无感舒适 刀片也没什么大问题 表现不错 再来是大胡子的刀 虽然人长得糟了点 这把刀的造型 却是十分精致 美中不足的 就是刀刃弧度不够平滑 不过这也可以通过 后期打磨来修理 最后是卢平的刀 由于断刀事故 这把刀有着致命的汗缝 每条裂痕 都充满了阴力断裂的风险 虽然事故发生时 卢平迅速采取了普丘措施 但这依然是技术型事物 由于它的断烧时间过长 造成钢皮内部傲视精力增生 这才导致刀片变成一辙 这种缺憾 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 卢平只能遗憾告别比赛 第二轮比赛 选手们需要完善自己的刀片细节 并给它加上刀瓣 三小时倒计时 开始 老茂先给刀刃的弧度 打磨平滑 再给刀几下上了一排装饰锯齿 这把刀顿时改头换面 锋芒毕露 再用米卡塔复合材料贴合尾柄钻孔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大胡子的刀片已经很薄 简单精修过后就开始制作把手 然而在给一色刀片 涂抹过还养树脂之后 大胡子忽然忘记 他把另一色刀柄放在哪了 还养树脂只需五分钟就会凝固 好在今日 幸运女神俊姑 赶在树脂风干之前 大胡子及时带着刀柄赶回了工作台 黄老板打算在刀瓣尾部 制作一个锋利的倒钩 这就大大的增加了他的加工成本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还别出心裁地给刀柄做了一排手指凹槽 时间所剩无多 每个人给刀锋进行了最后的打磨 随着主持人叫停现场作业 三把刀进入力量测试 本次测试到继续 13号星期五中的杰森面具 大胡子的刀先来 刀刃出现了几处卷变 但刀片整体硬度不错 再来看看黄老板的表现 雪花四剑之后 平为冷酷如常地开始了点评 刀刃强度性能非常不错 就是刀把尾部那个倒钩实在积累 有些磕手 最后是老帽 刀身笔直 刀锋略有活口 把手也还算出是表现不错 接下来是锋利度测试 依旧大胡子先来 尖端锋利 穿透性强 即使是皮革面具 也能轻易滑透 干得不错 接着是黄老板 刀身重量均衡 劈砍都十分省力 用它砍沙带也是取材 最后轮到老帽的刀 这凌厉的刀锋 一刀下去就给人头沙带下巴下掉 其锋利度无可挑剔 评委十分赞赏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 这一轮决定淘汰大胡子 因为他的刀卷变最为严重 而且没有将沙带彻底划破 上脚刀具后大胡子灰溜溜的回家喂猫 比赛继续 二位幸存者将迎来本期节目最大惊喜 复刻死神镰刀 它善行于中世纪后期的瘟疫时代 由于生命的大量消亡 当时的农民使用的镰刀 主演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有了收割灵魂的意味 也随着时间慢慢演化成了死神形象的标配武器 长柄镰刀由一片弯刀片 一个长柄 两个短手柄组成 选手们各有五天时间锻造一把镰刀 参数要求 刀片长度介于24到26英寸之间 抛筒在8到9英寸之间 长柄介于70到73英寸 而且必须包含两个短握平 不论难度如何 至少逼一格足够 两位选手已经跃跃欲试 回到家中第三轮比赛正式开始 老猫的选择恐惧又翻了 他决定同时锻造两把刀片 并在二者之中选出更完美的那个 黄老板这边刀片锻造也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但弧度弯曲的镰刀不太听使惯 只能徒手打铁 两天过去老猫开始热处理刀片 还在吹火时引发了一场小型火灾 这在老猫家10日有发生 好在家门口就有一个火坑 打磨过刀片之后 就可以进行各部位的组装 将刀片和套筒焊在一起 再配合小丁固定到握柄上就可以准备收工 黄老板这边也如期完成了碎火 由于没有其他成熟的工具 小伙找来钢板开始纯手动打造圆柱型套筒 但人类的手镜是有极限的 结果不尽人意 少侠只能重新来过 在找了个像一样的管子进行打磨切割后 他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进行组装之前 他还给刀片涂成了冷酷无情的蓝颜色 套筒上的易式流线条 画得也十分具有中二细细 死神看了也得挨不释手 五天锻造时间结束 回到比赛现场 先来欣赏一下黄老板的镰刀 52100刚制成的刀片寒光闪闪 另一边已经摘掉了帽子的老帽 叫出了一把体型优雅的武器 进入测试环节 狗哥先来客穿死神 首先拿起黄老板的镰刀 刀刃锋利 可以撕入肋骨 胳膊心脏 是把优质镰刀 接着是老帽的刀 同样能够一刀取人灵魂 就使刀尖与弯刃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口 难道结局已成定局 老帽有点心慌 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让我们看看 接下来的力量测试 会有什么意外发展 只见评委拿出一根硬骨 不等刀反应过来 就往他脸上砸 盲赛他的专属宝可梦 是嘎啦嘎啦 黄老板的镰刀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再来看看老帽的表现 由于对手的刀已经折断 只要老帽挺过了 四下骨头轮机 就能夺冠 让我们跟着老帽 一起深呼吸 好在结果不错 黄老板留下断刀 遗憾离场 恭喜老帽获得 本届断刀大赛的死生认证 给这些刀匠三个小时 有人做出精美小斧头 有人却只做出一个锅铲 请问我看到到底 是断刀大赛 还是厨艺大师 今天的节目有些狂野 第一回合 大伙要锻造一把海盗 登船斧 这种手柄分为 斧刃和钉子两个部分 由于性能广泛 操作灵活 所以成为了海盗的 代表性武器之一 不过 上来就要大伙做 这么高难度的家伙 今天的锻刀大赛 是何举行 但比起这个刀钻题目 节目组拿出的锻刀材料 更是让人大跌眼睛 这居然是一个宝箱 要知道在这个锻刀场中 什么珠宝黄金 都只是垃圾而已 只有一块剩好的钢材 才是真正的宝物 那么哥鲁刀匠 会如何大简身手 点睛成钢 我们继续往后看 三小时倒计时启动 大伙儿轻响 既然你把宝箱都端出来了 那么怎么也得先 摸两把珠串过一把影 再去研究里面的财宝道理 是什么钢材伪造的 这个黄金硬币 摸起来勾印 据吃瓜评委透露 这其实是图气W2钢 它的可塑性好 焊接起来也比较容易 适合用来手工锻造 大使和杰三就选了 这一块没啥经验 但他认为前辈们的选择 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所以有样学样 也拿了几枚W2小钢棒 而老塞处理钢材的方法 更加独特 他把一枚硬币夹在虎钳之间 再端起脚摸机 如驴薄冰式的打磨钢材表面 真是打铁不开火候 炫技不分时候 又过了一小会儿 选手们的差距逐渐提醒了出来 开局下手最快爱大使 现在居然还在断结钢材 旁边的阶层都开始打铁塑行了 他打算用软钢夹硬钢 做出辅刃部分 完成焊接后 再把它回炉加热一下 就可以进一步打铁了 比赛时间很快过半 乔瑟夫也做好了辅刃 开始用另一部分钢材制作钉子 老塞也慢慢追上进度 开始拼接两部分钢材 现在只有大使还在焦头烂额 停在断汉的步骤原地打断 为了追赶进度 他又从珠宝箱里找出两个小钢管 打算用它们作为服务桶的结构 再动用毕生所学将它们搭建到一起 焊接加热融合 感谢别人来参加的是 断道大赛 你报名的确实积木打断了 而另一边杰森的斧子已经成形 开始突磨抛光 但磨着磨着 斧刃上忽然出现一个冷的裂缝 这是大量焊接过后的遗留问题 而现在所剩时间不多 为了快速补救这一问题 杰森只好用焊接填补含缝 继续在裂缝上面加过了一层焊料 与此同时 乔瑟夫也遇到了人生难题 他想用动力垂将斧人扩宽 但怎么也掌握不好力道 只是把斧人越拖越长 不仅如此 这块钢丝还在一丝又一丝的楼令中 出现了分层的迹象 乔瑟夫前路堪忧啊 但小老弟也是拿得起 放得下 既然他已经无力回天 不如趁着还有时间 从头再做一个新的 在比赛后期做出这个决定 需要莫大的用心 但乔瑟夫举军若亲 很快就投入到了反空操作里 我们只能祝他好运 此刻 老赛这边的斧头也基本成形 只需要再打磨一下细节 就可以收工了 大使的斧子虽然做得仓促 但也勉强有了形状 再之后 其次带领全场陆续完成刀片碎火 就连大斧落后的乔瑟夫 也坚持走完了所有步骤 第一回合途继结束 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他的勇气值得加奖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平尾席 自卫选手交出海盗斧 等待专业人士的瑞平 老赛的斧片形状合格 但斧身上的软钢一直延伸到了斧人边缘 这可能会影响斧人的硬度 后期还需要处理一下 大使的作品完成度很低 斧头浑身上下充满了分层 是拙劣的拼接之作 然而乔瑟夫的作品更加不成细后 这条片完全脱离了斧人的形状 看见初也十分脆弱 看来小老弟最终也没学会怎么扩宽斧人 最后是杰森的斧子 虽然看着有点粗糙 但做工精练 斧人印花绝对大标 中心结构也精悍无比 在这个比烂的赛场上 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而可怜的乔瑟夫 由于作品型 就和原版武器相差太远 成为今天首位出局选手 来到第二回合 总算要给斧头加手柄了 这一次的断造要求 除了要有足够长的握柄 斧头两次还需要配置两根护条 要求护条至少有五英寸 除此之外 斧柄身还要加入一样宝物元素 让它更具备海盗特色 本回合限时三小时 比赛继续 大使的斧头洽子过多 必须再次加大焊接力度 全面修复一次 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工作 不过它在组装斧柄的时候 似乎太依赖还养素质了 这个可能会给之后 安装护条的环节带来麻烦 其次的补偷没什么大问题 准备工作轻松许多 它先把措抹部分打磨一下 然后再将补槽类似磨平 这样才能顾劳插入斧轴 接下来切分木材 仔细抛光打磨 手柄差不多成型后 再用砂纸打磨几下 尽可能增强握柄手感 就可以去做最后的组装 老赛则是直接从补柄上手 他先把符招前半部分 研磨出来 试试大小尺寸 再继续加工下面的部分 等握柄完工了 就可以去端解金属护条 而护条的安放也大有讲究 如果与斧头的拼合面不够细致 或是防卫便宜了 都可能脑汁意外不够落 为了更保险一点 老赛还在护条之间 涂满了墙里胶水 用锤子反复敲打固定 这才放下心来 众人完成基本武装后 直上给武器添加宝物元素了 大使从宝箱里找到一只小钥匙 把这只钥匙当作销定 敲进了护条里 老赛和杰森比较保守 都选择在手柄上 加焊一枚宝箱硬币 这个操作并不难 只是要注意别影响到使用手感 最后再给斧头开刃 比赛也差不多来到尾身 主持人叫停比赛 学手们交出最终成品 下面正式进入性能检验环节 首先是强路测试 斧子砍宝箱 杰森先打头阵 他的斧子结构蹲适 手柄做了碳化处理 看着完成度还不错 这满地撒逼的景象 光是看着就有一种质朴的快乐 根据大理本新生体验 这斧柄的手感非常不错 虽然斧人有一块变盾了 但好在没有变形和缺损 表现不错 接下来轮到大使 他的斧子充满了 普通烂铁的拼携美感 也许这就是废土风 由于拼接不够严密 不并护条上面部分 几乎完全断裂 剩下的部分 全靠下面的小药 是伏定者 此外 手柄上也出现了一道裂空 能看出结构强度有限 下面该老赛出场了 他的斧子中规中矩 顺在中央 来看具体表现 虎头没有损坏与变形 强度认真合格 只是否认便断了一点 护条下方也有点松动 接下来进入锋利度测试 杰森再次准备 斧头切入出麻绳大约1英寸 这足以说明他的锋利度在线 杰森成功通关 下面轮到大使 真是太凄惨了 由于斧头护条彻底崩溃 狗格停止测试 最后再来看看老赛的表现 如果他的斧子能玩好 挺过测试 就可以直接晋级 这把斧子的锋利度不容小觑 而这漂亮的一击 也无情宣判了大使的命运 由于他的武器出现了 严重的结构失误 大使遗憾淘汰 最后进入决赛环节 这一次 两位选手要复刻一把历史名刀 黑胡子挽刀 黑胡子是18世纪 最有名的海盗头子之一 他的匹刀弯而厚 边缘锋利异常 而关于这把刀最出名的故事 当初黑胡子与梅纳德尚未搏斗之 用这把刀将对方的剑 一批两半的传说 难怪此刀令人闻风丧胆 转则要求 刀片两边有突出的刀戟 担任奥姆开刃 刀柄包含伟安 工芯护制 还有一堆蛤蜊壳形状的护手 两个选手赶紧在脑子里起笔记 没想到这海盗头子用的 都还挺抢球的 每人有五天时间完成锻刀挑战 刀将们继续加油吧 老赛第一天回到家 打算上点花火 做大马是个钢刀 他将数层不同成分的钢片堆裂起来 再加热溶结成一体 用硬压剂将它们压实 接着花了两天时间将刀片塑造成型 完成这部分工作后 再去筹备刀柄组件 先在钢片上勾出轮廓草图 再严格按照规划切分配件 期间还要考虑到配重手感等问题 等忙完这一切已经是最后一天 上午用来磨刀开热 下午用来组装手柄 虽然中途出了一点小意外 但没有什么是一个焊工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有 那就多焊几次 最后完成组装 先拿自己开刀 再试一试手感 就可以顺利收工了 再来看杰森这边 由于家中没有电动工具 他不打算挑战高难锻造 依旧延续求稳战术 拿出厚度与弯道相近的单层钢 就用锤子就迅速把刀片断打出来 然后用特制模具压筑刀片凹槽 走出中央刀戟 到了第三天 给刀片做完回火以后 他就迅速投入到手柄制作中 不有想象力的杰森 还把嘎里护手则真的做成了被壳的形状 虽然脑洞很大 但老头的实力也跟得上 在完成武器装配以后 他还拿着小魔轮 仔细修摸着武器的边边角角 最后万事俱备 给这把新生的弯刀献集一个大西瓜 就可以回到比赛现场 迎接最后的试炼了 正式测试日以前 我们先来看看两把刀的外观 杰森排弯刀采用明亮的5160高碳钢打造 浑身上下全是细节 老塞的刀则是采用38层大马式格钢锻造 这把武器都不有独特的钢吻 看着十分亮眼 外观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好刀 不知道距离性能会是如何呢 现在就进入杀戮测试 看看实力 杰森先来挑战 整把武器重量轻盈 但威力却不容小觑 一刀就可以切断一排肋骨 狗哥很满意 接下来压力给到老塞 这把头就比较沉重了 这也是塔马式格钢武器的共同特性 不过从这一轮比赛标准来说 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下面进入强度测试 杰森再次准备 这把刀的重量平衡卓越 刀片虽然轻薄 但却没有变形 只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缝口 看得漂亮 接着轮到老塞 这把刀起码比杰森的重一棒 挥舞起来有点费力 不过刀片自身质量没有问题 可以通过测试 最后使锋利度测试 看杰森这胜券在窝的表情 还真是有点欺人啊 刀片锋利切口干净丝滑 完美的表现 最后来看老塞能否逆转翻盘 虽然可以切开 但道具留下了不少毛鞭 看到这里 冠军的人选已经很明确了 杰森的弯刀做工精良 性能优秀 几乎没有任何缺点 老塞的表现虽然也不错 却在手感和锋利度上差点意思 所以最后 让我们恭喜杰森获得本期比赛 冠军 熟悉的叉烧刀法 残酷的试刀手段 断刀大赛就是这个味 但是回到节目开头 桌上这一堆军用背包是什么情况 难道我看的是荒野球生 别急着换台 旧宝里装的可不是牙缩饼干 而是实打实的钢铁块 今天的断刀大赛是盲盒局 这每个背包里 都装了不同型号种类的钢材 所以选手要从中自选 用抽到的材料 断造这样一把步枪冰刀 创造要求 刀片长度在30到36厘米之间 注意 每人只有一次重新抽选钢材的机会 第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现在开始 学生们都拿到了自己的背包 麦克抽到了1084和15N20钢 这时断造大马是个钢匹的标准配置 不算很难 只是准备过程有点麻烦 他先用丙铜进行钢片 然后把两种钢材交错滴叠 含着成一整块 就可以投入炉中断烧了 马哥抽到的是两根铁路道林 和一个高碳钢棒 他的包里还附赠了一张 锻造三枚夹钢的图纸 看来是必须按图纸说的做了 于是他把散除钢材加热 分别压扁 再用两块低碳钢包裹高碳钢 等待他们在高温中慢慢融结 老罗抽到的材料有点刁钻 是带具调和金属罐 不用多说 这肯定是要做盒装大马是个钢了 他将带具切成小片塞入罐中 再用钢粉停冲缝隙 焊接封存后 把金属罐推进炉中断销 等待加热周期结束 就可以把罐子拿去冲压 促进那部钢坯的成型 镜头再给到小贾 他来参加段到大赛 是为了赚一笔奖金 百回被老婆弄丢的钻剑 但小果志向挺高 抽卡却是全场最倍 因为他拿到的居然是一根电梯钢缆 这种你把钢材加工起来最费心了 小贾研究了一会儿 决定行而上学 不行退学 趁还有回头路 直接申请重抽一次 这一次 他拿到了常规的分层大马石格钢 虽然也挺费时间 但总比电梯钢缆强多了 完成两种钢材的断结后 他小心操作压压机 将融合钢坯压实压片 再用高速动力垂将它们拉伸成长条 全程手法稳定 形态从容 进入状态飞快 一个小时过去 刀家们都开始断压钢坯 准备打铁 马哥的三枚钢融结顺利 最先达到了一把刀的长度 但这看着有点太长了 所以他把钢材切掉一块 才正式开始断刀 小甲紧刺激后 很快也打出了刀形 但他的刀劈敲着敲着 忽然出现了一处分层 小甲仔细观察刀间 猜测分层的程度不深 所以用打磨的方法 解决了这个问题 老罗的刀片也基本成型 就差刀柄没有具体轮廓 但他想偷个懒 所以放置了断打粗形 直接拿出角膜机 给刀根切出直角 然后直接开始触摸刀片 准备热出脸 马哥的工作态度就端正许多 他一边断刀 一边回头聚观察比招 央本刀片 力求1比1还原 以赛还剩最后半个小时 老罗进度飞快 他给刀片加热到灵界温度后 接把他进入碎火 游做硬化处理 刀片出锅后 他信用错刀检验刀刃的硬化程度 然后酸洗刀片 确认刀片表面 有多少基础观的残余 由于外面支撑金属是低碳钢 可能会影响刀片的硬度 所以还需要仔细打破枪你 一遍才能收工 另外三位选手也接连完成碎火 其中心马哥的刀出现了严重的翘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选择二次碎火 但这一次也没能修复好刀身的弯曲 他只好研磨调整刀的片底支柱 直到倒计时结束 接下来是评委点评环节 四位选手排成一排轮流交出刀片 脚甲的刀断机紧密 看不出什么几个问题 形质也基本还原了步枪冰刀 干得不错 老罗的刀表面能看出合创大马的花纹 把玩起来还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刀尖不够还原 刀片太厚 刀跟上的转折角太陡峭 这可能会有硬力风险 耐克的刀外形基本还原 虽然表面有大量养化秀皮的残余 但这是可以打磨掉的小问题 最后是马哥的刀 虽然焊接没啥问题 但是刀片太宽 刀跟太窄 整体比例不够协调 和步枪冰刀的形状相差太远 而且刀身有潮须 和其他选手比起来问题太多 而且难以迅速解决 所以遗憾出局 来到第二回合 晋级的三位选手 除了要精修刀片 还要给刀片加装手柄 并且做出这样一个 对称的水渦型护手 本回合限时两小时 比赛继续 老罗打算先把护手做出来 他卸下一块脚铁 这种刚才质地较软 比较好加工 麦克则是先启动研磨机 削薄刀片厚度 减轻重量 然后才去忙别的 小甲也在以自己的布料 加工护手 虽然安装起来简单 但要做出两个对称的漩涡 实在太难了 小甲用锤子调整了半天 总算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一个小时过去 老罗开始磨刀 把刀片磨薄后 再处理刀柄上的直角 全程虽然在按照评委的直刀形式 却忘了处理这个不对称的刀尖 另一边 麦克已经在加工饼材 将木头块钻动以后 和刀柄上的孔眼对齐 穿插销钉钉钉 再用环杨树纸填充内部斜购 接下来等树纸干透 再把刀柄研磨一下 就可以去磨刀开刃了 小甲这边选用了 烧穿法组装饼材 用火枪加热刀根后 再把木材箱套在上面 其内部发生的化学反应 会让整个手柄自动引似可风 结实又紧密 最后20分钟 选手们各自网路 进行者收尾工作 确认过刀柄的手感没有问题 刀刃研磨锋利了以后 就可以交出成品刀 继续进入试刀环节了 首先是强度测试 刀皮茶叶罐 小甲第一个挑战 他的刀还人程度很高 硬物刀柄打磨光滑 看着手感不错 刀刃毫发无损 整体结构继续良好 就是刀身出现了一点变形 接下来轮当老罗 他的刀有点头重脚轻 来看他的具体表现 刀片成功挺过测试 刀尖锐有卷任何变形 而且这把刀的刀尖 没有完全还原样品刀的外形 这会是一个扣分享 之后轮到麦克 他的刀最大的问题是 刀柄只用了一根小丁固定 稳固性存疑 但愿评委和刀没事 成功通过考验 唯一问题是刀把有点团大 不是那么可手 下面是绷一度测试 这一次麦克先来 切口干净 刀片切削能力很强 表现不错 接着轮到老罗 由于刀尖盾化 这把刀的切割效果不太明显 只是勉强能切 最后来看小甲的表现 虽然刀身有点变形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切割能力 功力度认证合格 经过讨论 老罗的刀在这轮比赛问题最多 不仅形质没有还原 刀刃受损也最严重 所以遗憾淘汰 来到最后一回合 等待着小甲和麦克的终极挑战 但是这个这是一把陆军骑兵军刀 最初为英国人打造 后又被美国人复刻 在独立战争期间投入使用 像这样长而弯曲的刀片 轻盈锋利而致命 最适合骑兵军种使用 锻造要求 刀片长84-89厘米 曲线深度接近4-5厘米之间 步骤与刀柄形状也要基本还原 尾端还要配备一个扁平的剑手 每人有五天时间完成挑战 来看看两位刀将的真本质吧 小甲是个细心的男人 虽然这把军刀的外形简单 但他在断打刀片期间 还是带着隔着随时确认参数 直到完成刀片热处理的那一刻 才松了一口气 可到了第二点 刀片完成回火的时候 他一凉却发现 剑身的弯曲度还是20.3厘米 简直太悲催 他只好再把刀片回卢家热 扩生刀片的弧度 然后再次催火 不幸中的万幸事 这次热处理也很顺利 接下来就可以去准备其他配件了 迈克这边更有仪式感 他计划做大马尺格钢匹 打算从武器审美上碾压对手 不过评委的芳心 把书边刚才端结成一整块之后 再用机器小心压时拉伸延长 由于层数众多 这个过程比较耗费时间 他花了两天才做出刀型 到了第三天 他把刀片磨出凹槽 终于可以准备热处理 刀片灼烧变色后 进入脆火油脆硬 出锅后再检查一下笔质度 确定没问题后 接下来的两天 就可以放心去准备刀柄了 第四天 小夏也逐渐优先起来 一边看着他最爱的电视节目 一边打磨刀柄 之后把所有部件 组成一把完整的兵器 再检验一下刀片性能 经过这个环节 小夏发现大事不妙 这么一挥刀 居然差点闪到了自己的手腕 连他这样的小手人士 都觉得刀柄护手太紧 这要是换了断刀大三 那几个五大三粗的评委 不挑毛病才怪 到了最后一天 迈克这边也完成了收尾工作 这把刀片栓洗过后 呈现出了细密的刀纹 他这么做着 欣赏了半天 才舍得把它打包 带回比赛现场 最后的试炼开始之前 先来欣赏一下两把刀的外观 小假的军刀 用8032V二钢打造 表面明亮光滑 和这块深色木柄 形成了艺术反差 迈克的刀也不逊色 他用两种刚才 做了31层大马尺和钢匹 但这个刀柄处理得 好像有点除糙 不知道它的性能如何 接下来话不多说 进入狗哥主持的杀戮测试 小假将来挑战 武器杀伤力十足 软圆形刀柄握杆出世 除了刀片曲线 做得不太自然 基本没有其他问题 狗哥满意认证 接下来轮到迈克 剑身精致漂亮 但也有着大马尺格 刚常见的B端 太重了 对于一把军刀来说 黑武器来不是那么顺手 不过杀伤力还是不错的 接着是强度与锋利度测试 但被克上线 他先拿起小假刀 武器结构保持完整 刃口的锋利度也没有受到损失 但刀片中心有点靠前 对刀的精准度会受到一点影响 最后来看看迈克的表演 整体的结构强度很不错 但依旧是刀片太重的问题 让这把刀难以操控自如 接下来是评委刻套环节 两把剑的表现都很优秀 但是迈克的刀太重 与骑兵军刀的特点不是很匹配 所以与冠军头衔支支交臂 那么最后恭喜小假拿到本期比赛 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